不知道了有没有宝宝是口红空啊 其实严格意义来说 我不是一个口红空 也没有激起所有口红的一腔热血 我的理念 适合自己的就好 口红不仅能按妆容更完整 提升整个人的体质 不同颜色的口红 能给人不同的气场 但选不对口红 就可能导致整个人都暗淡 所以特别是黄皮宝宝 快来看看哪些口红是合自己吧 一 迪奥烈燕蓝星口红999迪奥999 不用冷静给大家多做介绍了 人手一只便背的999 薄图显气色 厚图有气场 999本身饱和度很高 对于黄皮而言 上嘴就像打恶光一般 会映衬的肤色很亮很白 二 Mac Ladybug 一直觉得Mac家的子弹头是口红中的战斗机 颜色形致感好价格适中 绝对的性价比之宝 Mac Ladybug 他真的太适合黄皮了 他属于暖掉水红 是超级滋润的质地 因为没有人会拒绝这个颜色 三 Mac Chill 尽管雀妹已经被推烂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 他也是黄皮的显白救星 当初好多人是被秀制的图给种草的 这块厚红是哑光质地 显色度完美浓郁好看 薄图偏橘 厚图是砖红色 又淡淡的巧克力味 好处是不调皮肤 黄皮图也超级显白 但是趋雷的质地填感 所以一定要做好搭地准备 四 CPB311黄皮图大红挺好看的 不过最好是戴妆的情 况下 素颜抹大红唇是挺突兀的 CPB311在红色里算纯正的了 不管质地还是颜色饱和度都很棒很滋润 即使薄图也不会显纯文 持久度也不错 所以除了贵买别的缺点 5 Nazdochevite 的Jazdochevite 也是编入的 温柔的豆沙色 涂上鸟变淑女 不管咬唇还是全图都很好看 虽然是哑光正地 但完全不会觉得干 真的很温柔的色号 还不敲皮肤 6 Bobby Brown 尽管持久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 非常的炫滑 而且不干饱和度很高 持久度也很不错哦 这个颜色是浆果色的感觉 对于黄皮来说是非常显白的一款 薄图和厚图都各有各的特点 非常的有气场哦 7 Chanel瓷绒169 香奶奶家的瓷绒169 是超有气场的浆果色很耐看 厚图薄图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黄皮图上超显白 真的会显白 夏天很适合了 8 Tom Ford 顶十六镇红里 带了一丢丢的橘条 俗称番茄红这个颜色 耐看又显白 比起正红色显得少女 敲皮一些 薄图皮气色 厚图有气场 9 阿玛尼405 可能有些女担心不日常 但我觉得没问题 405厚图有气场 薄图皮气色 所以如果欲得到405的话就入了吧 绝对不会后悔 显白的烂番茄色 也有一点红枫叶的感觉 丝绒质感很高级 阿玛尼 红管405这颗烂番茄 虽然已经被仙女们推烂了 可是我实在太喜欢它 所以 一定要写这只心头爱 谢谢大家